给大家讲一个黄皮子秘人的故事 主人公是我奶奶家那条胡同 再往前一个胡同里的一个老大爷 那个老大爷当时有六十多岁吧 在我高中的时候他去世了 现在我都大学毕业了 算起来他老人家已经走了有六七年了 这个老大爷是个中医 看病治人也挺有本事的 尤其对各种草药什么的都有研究 小的时候有一次受了伤 就是他给治的 拿草药给我敷了半个多月 这个老大爷可能是唯物主义比较深刻 坚信无神论 反正一切牛鬼蛇神 他都是打死也不信的 事呢也就出在他这个性子上 农村的草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种裸起来像是蒙古包一样形状的大草舵 上面盖着雨帘子 防止下雨湿了 一般是花生秧子堆起来的 还有拿小麦杆堆的 基本上都是农村常见的各种街杆 山东农村这基本每家都有火炕 堆草垛子就是为了烧火炕储备柴火 但是这种草垛子堆起来 往往得几个月才能烧干净 里面就容易被各种东西拿来做窝 比如里面会有耗子窝 还有蛇什么的 那天赶巧那个老大爷去拿草烧火 扒了草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窝小黄鼠狼 大概有七八只的样子 都没有长毛 眼睛都没睁开 粉嫩嫩的 草舵里面发现老鼠见的多了 发现黄鼠狼的不是太多 大爷感觉是个稀奇玩意儿 就叫来邻居过来看 他邻居是我爸一个好哥们的亲弟弟 他这个人平常有点迷信 就跟这个大爷说 哎呀 黄鼠狼有灵性啊 回头看见窝被人给动了 对动的人可不太吉利 我说 你把这窝重新给埋好 这个草垛就别烧了 留着给黄鼠狼做窝吧 老大爷本来是寻思着 把这些小黄鼠狼扔了就行了 结果被邻居一说 他性子就上来了 非说这是封建迷信 就非要不信 然后拿着叉草的叉子 当着邻居的面 把那些小黄鼠狼都给砸死了 这件事做完 转眼他就忘了 当天晚上也确实什么事都没有 出了这件事之后的第二天的早上 这个大爷的老婆子早上醒来 就发现那大爷 猫在墙角里面不动他 全身就穿一个裤衩子 因为怕他动着 就上去打算叫他起来 结果那大爷猛的一转身 吓了他老婆子一跳 据说那个大爷当时脸上 就不是人的模样 那大爷被他老婆子推了一下以后 就蹦着跳着出了屋子 然后一下子就窜上了 一米多高的墙头子 当时这位老爷子可六十多岁 后来老爷子又上了房顶 在房顶上来回乱窜 光是穿着一条裤衩子 以前农村那房子都比较老 瓦可能没那么结实 那老爷子再轻 也得有百八十斤的 他跑着跑着 哗嚓一下就掉了下去 当时邻居都看啥了 看到他掉下去 才想起来救人 进去了好几个人 把他给按住 然后拿绳子给绑了起来 把老爷子捆住以后 这些人想办法救他 村里人就说 这可能是老黄附体了 很多人也都知道咋整 村里人就告诉他媳妇 特意去了村里面杀猪的家里 要了他的围裙 拿回来之后蒙在老大爷头上 再然后拿烧火棍子敲他 最后这大爷是恢复正常了 不过却生了一场大病 在那之后 那个老大爷就开始迷信了 听村里人说 去他家拜年的时候 看见他家供着泰山石赶当 后来我曾经问过村里的人 为什么要找杀猪的围裙 还要用烧火棍来打他 村里人说 杀猪的凶器重 能让黄皮子害怕 烧火棍上带火 也能吓唬黄皮子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黄皮子秘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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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